上一集我们讲到他们两艘战舰一共1400多人 超过了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按下引力波广播按钮 于是威慑广播真的就这样启动了 三体人也几乎是一瞬间惊慌逃跑 400多艘准备侵略地球的飞船直接转向了 放弃了侵略计划 具体情况的话 后面讲成心的时候还会讲到 成心也是差点在那场动乱之中死去 要不是有质子的特别关照 它是没有生存希望的 九死一生 这一集三体让我们把视线回到蓝色空间号上 为什么视线总是不停的切换呢 因为这是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发生的这些事情 我们先说一个词 翘取 说起来翘取这个词一般是用于材料工程方面 比如说是塑料板材发生一些收缩变形的情况 对吧 我们管这个叫做翘取 是材料的一些不可控的弯曲现象吧 当然构成这种翘取现象的是多种因素的 按道理来说 宇宙也并不是绝对平整的 也像一块塑料板材一样 如果有某种极端翘取点 或许就可以被利用做跨星际航行了 比如虫洞 所以最开始蓝色空间号上的人 他们是最先发现了突然出现在飞船里的这个空间扭曲现象的 总之来说 可以简称它为翘取点 也就是那些让飞船啊 人物啊 看上去少了一部分的那种球形空间结构 他们大小不一 大的能让飞船少掉三分之一呢 就这么仰艘飞船 以前是敌人 现在化敌为友了 因为大家已经在很多的理念上达成了一致 敌意消除了大半 万有引力的人就开始问 你们当初是怎么做到摧毁水滴的呀 怎么跑到我们船上的 他们就开始解释 说这个翘取点啊 它实际上是肉眼可见的 你用设备也可以精确的测量到他们 比如说测量这个电磁辐射的时候 就能发现他们发出微弱的电磁波了 频谱是有着明显的特征的啊 同时也能对它有效定位 一般来说 飞船这么大体积的载具里面 这段时间 这总能找到多个窍取点的 舰长楚言 就跟万有引力号的舰长莫维奇就说啊 你看啊 现在咱们这艘船上有三个 来我带你们来看看 于是 观一帆 他们一起像一条狭长的走廊 就向这个方向飘过去 观一帆手指了一下 你们看 好像就在那里 确实啊 大家就看到光滑的舱壁上 出现了一个一米来长的光滑的圆洞 往里面看 能看到复杂的管道呢 有好多管道是断开的 里面的液体也清晰可见 实际上里面当然还是完好的了 观一帆和莫维奇都小心翼翼 尤其是观一帆他更小心他绕开了就不敢碰他 楚言倒是把手直接给伸进了圆洞里啊 他半条手臂都没了 同时还鼓励他们说你们这样试试看看吧 几个人就都试了试 试过之后发现那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 楚言就说 那我们进去吧 啊进去啊 其他几个人不明白什么意思 随后纵身一跃整个人都跳进去了 只剩下莫维奇和观一帆 俩人吃惊的表情 看着身体完全消失掉的楚言 当然他们就发现这楚言刚才跳进圆洞的过程之中呢 能透过这个球形结构看到他身体的断面 这个结构还让四周围的空间反射出水波纹的感觉呢 翘取点里面呢 那固然是看不到楚言了 外面这俩人还在大有瞪小眼看呢 就心想这到底是进去还是不进去 看他进去好像也没啥事似的啊 整个场景实在是太诡异了吧 正琢磨呢 翘取点里面伸上两只手 凭空出现分别抓着他俩一使劲 他俩就这么 进来吧 也被拉进来了 进来之后啊 那种感觉简直是后里泻 你只有惊叹 为什么呢 眼前一下就涌现出了无数丰富的空间和结构 海量的展现开来 让人全身的激素开始飙升 肾上腺素多巴胺 血压也上来了 两个新手肌肉紧绷 让人一下还真是不好适应 受到的刺激实在太过强烈了 非常不适合心脏病患者啊 所见到的空间结构之丰富多彩啊 就这么说吧 就好像是一直生活在二维平面上的生物 一下看到了三维的世界一样 你就想吧 他们平时就只能看到一个侧面嘛 咱们说这个二维生物啊 现在一下变立体了 那当然是觉得太丰富了 三维进入四维也是这样 理解四维空间当然还是要借助这个数学概念了 所谓二维就是两条垂直于一个点的直线 这个结构构成的 三维是三条直线垂直于一个点啊 那四维以此类推嘛 但是我们虽然能够绘制出几何图形来表示 大概的样子虽然也可以理解为 就比如说是一个三维方块里面 或者外面嵌套着一个更大或者更小的方块 这种感觉 但是值得提醒的是啊 这个三维方块 外面是更大的那个方块 它也不是四维物体的全貌 只是四维物体的投影 明白吧 是投影 毕竟你如果把这个数学结构画出来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它第四条线也不是垂直于三维空间的一个点啊 我们只能尽量理解它这种概念 却无法真正用语言去精准的描述它这种概念 毕竟数学概念是可以轻松突破物理极限的 而人却只能用仅有的这些个物理知识去尝试理解它 所以这里可以进一步的确认的一点就是啊 四维空间并不包含时间轴 也不过就是多了一个坐标轴而已 当我们在四维空间找到一个点的时候 同时确定了我们的参考系坐标的时候 那这个坐标距离也是相对固定的 那是有规律可循的 也就是说啊 空间距离在变换参考系的时候呢 不变 这个是基本点 了解了这些原理 进入四维空间也就无需那么紧张了 我们的宇宙空间啊 就只是多维空间的一个断面 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啊 你看到任何一个人的脸的时候就无法看到他的后脑勺吧 更看不到他的骨骼和内脏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是看不到我们三维空间的真实全貌的 这个规律就限定了我们啊 我们本身就是属于三维空间的生物 除非我们跑到四维空间去 才能看到我们真正的全貌 也就是说啊 眼前的一切在进入窍取点的这一刻 开始啊 所有的人就都觉得再也没有遮挡物了 任何物体你都能同时看到它的表面和内部的所有细节 因为有一个三维空间所不存在的坐标 使得我们能够看到这无限俄罗斯套娃的物体的内部和外部 我们看任何物体 好像就都变成了两个镜子对着放在一起一样 看蓝色空间号 这艘船也是啊 就一下变成了一副无限伸展的巨幅图画了 飞船所有的特征全展示在你面前 观一帆再回头看身边的莫不为奇和楚言这些人体的时候 也都有着无限细节让人一览无余 并且这些影像不是虚假的是真实的 这些真实的细节你都能看得到也能摸得到呢 不然怎么能够取出人的心脏呢 所以这个时候楚言就提醒他们 千万不要乱摸乱动 你可能摸到设备滚烫的液体 或者是碰坏电路 或者是弄伤自己 尤其是不小心碰到自己的内脏 也是有可能的 你的身体变得看似透明 但不透明 你从那三维之中不存在的坐标入手 就可以穿过表面之大内部 不过最开始啊 他们好像也有人不小心碰到自己的这个心肝脾胃肾 这内脏啊 不过要是只是轻轻碰一下 都没什么 内脏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脆弱 可能也就是会有一些恶心想吐的感觉吧 或者是轻微感染之类的 当然最好还是别碰啊 你可别没事说 我摸摸你的心 我看是不是让狗给吃了 对方准对说我顶你个废 我顶死你了 你看这个形容多贴切 但确实不是小事啊 需要慢慢的适应 还有一点 我们世界的那个透视原理 在思维空间里 也是起作用的 有个同学可能就会觉得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 可以透过表面 看到它这东西的内核呢 当然不需要透过某种表面了 这么理解是不对的 它就是单纯多了一条 我们空间没有的坐标 多了这么一个东西而已 它的正面背面 是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不管是一块石头 还是一个金属 我们能看到它所有的断面 可我们的眼睛构造 本来不是为了思维空间而打造的 那要如何一下看这么丰富的画面呢 它既不是叠加的 又不是像绘图软件式那种图层透明画处理的 或者像幻灯片吗 那这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又没有去过那里啊 但是按小说来理解呢 我感觉啊 它就是能够做到同时诊视无限丰富细节 给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 所以当我们描述给三维世界的人的时候 他们也不理解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一个人的大脑接受信息的上限是多少呢 一秒钟能看多少针画面呢 一个人同时看三个影片看得过来吗 这是个好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接受信息的速度就明显比以前的人更快了 而且我们大脑也的确有很多部分未被开发呀 这是否就是为我们将来接受海量信息而准备的呢 但说到底 是如何做到同时看到这么多的细节 我想啊 是这空间特性让我们看得到的 不是我们本身的能力啊 你再怎么努力 你不可能通过努力能做得到的 做梦的时候画面也会不断的闪烁 闪过嘛 梦境却不可控 而思维空间中的这个感官是可控的 也许你注意力集中于某一个点 其他的细节就可以被忽略了 就好像我们关注于脚下的蚂蚁 自然会忽略天边的云彩嘛 无法同时关注的 但这可不代表他们的信息都消失了呀 物体的各个层级和内部细节都可控 哎 你可以重点的观察细节 大概可能就是这样吧 那想必这种对感官的控制和适应不难做到 不然这个迪奥伦纳那个时候怎么做到的呢 他可没有受过任何的现代教育啊 从飞船到茶杯到铅笔 都有无限的细节可供人观看和触摸 所以这个时候对新手来说 常常会有一种令他们眩晕的感觉 霍金曾给出了一个比喻 果核中的宇宙 那现在不就比喻成真了吗 一片树叶也可以海纳百川 他们相互看着对方啊 每个人过去的外形的这个外观形象当然都还在呢 但是其内部骨骼细节也都并列的展现出来啊 观一帆和莫维奇过了一阵子就慢慢的适应了 而且还能看到星空了 哎就仿佛没穿宇航服置身于太空一样 但思维空间中看太空和平时又有所不同 虽然还是深不可测 但感觉银河系变得更加璀璨而透明啊 那种空间纵深感增强了好多 也许就像是一个可以拉伸焦距的镜头一样啊 理论上讲啊 这个时候如果用望远镜去看某个星球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个星球的无限细节了 当然它没有暴露在真正的太空中啊 人还是在飞船之中的 因为三位坐标没有改变 也还呼吸着船内的空气啊 那只是突然多出来一个坐标而已 这个的确是不容易理解 我也只能尽量的讲解 大家就慢慢想象吧 这种现象本来不该出现 不同维度之间很难相互影响 但是一旦出现 就是他们这种感觉了吧 所以说呀 我们看到的宇宙的广阔 也不过是真正广阔的一个断面而已 也就是我们这930亿光年的尺度 不过是一个930亿光年的断面而已啊 现在他们却能看到全貌了 这种震撼程度 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观一帆由衷的感叹说 方寸之间深不见底啊 简直就是一场灵魂的洗礼 包括开放浩瀚广袤这些词 都变得不足以形容这种感觉了 这也就是当年 迪奥伦纳长期的眼神 处于那种游离的真正原因吧 他看到了太多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嘛 他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呢 虽然死去了 但人生显然也是值得了 楚言说啊 我们差不多该回去了 撬取点并不能持续太久 它过段时间就会飘走或者消失 到时候我们想进来就得找其他撬取点 要是现在我们找其他撬取点回去的话呢 就能做到我们之前派人去万有引力号的那种效果啊 当然这对你们新手来说是很危险的 我们今天还是远路返回 还有啊 在四维空间寻找撬取点 要比在三维空间要难一些 要通过它造成物体的某种程度的变形 这种视觉效果来找到它 再一个 下次再进来 大家可要穿太空服了 因为下次 大家会试着从新的撬取点出去 那样的话呢 对于新手来说 一个弄不好 就有可能被瞬间暴露在太空之中 那就糟糕了 那要闹人命了 所以做好充分的准备 才比较妥当 当他们三人回到了三维世界的时候 就顿时感觉到很狭窄啊 这时候莫为奇和关一帆就觉得 要我眼睛看到本来的这个原有的世界 就不再是那种原来熟悉的世界的感觉了 就刚才的体验 这和关一帆以前在半睡半醒之中 看到的环境是一样的 所以他那并不是幻觉啊 只是四维碎块覆盖了他所处的那个环境造成的 莫莫为奇可是第一次体验 所以这硬汉更有一种窒息感 他就想扯开自己的衣领啊 就觉得有点闯不过来气 当然这只是错觉 楚言微微一笑就说 多适应几次就好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突然出现了四维碎块呢 他们也像是身处二维平面的纸片人 突然纸片上多了一个三维气泡一样 那顺着气泡看到了以前从来看不到的那个高维度视角 关键就是说这个气泡是怎么来的呢 等于飞船所在的三维空间 粘上了一个四维气泡这种感觉 当然这个是关一帆的形容词 楚言一听 哎呦 关博士 您这个形容太贴切了 不愧是太空专家厉害啊 我们不过就是飘行在四维空间的纸片人而已 而我们的空间啊 本来也不是平整的 那种极端不平整的结构 就可以作为通向四维的通道了 蓝色空间的人员呢 就比万有引力号多了十倍 所以他们更多人就能提前发现了一种现象 他们有大有小啊 最大的就能覆盖飞船的大部分 所以之前万有引力号 建委有三分之一都被覆盖了 加上当时好多人就不愿意承认自己产生了幻觉吗 避免自己被这个强行冬眠嘛 以至于迟迟都没能发现更多的情况 就即便是说我真的看见了某种东西 某种结构 那也被心理医生韦斯特坚称这人产生了幻觉 关一帆就说 我就说嘛 虽说我半睡半醒 可我也不是瞎的呀 我看到的那些东西呢 还能有假的吗 以至于后来听了那个傻 不是 听了那个白痴的话 我都差点真以为我产生了幻觉呢 韦斯特就在旁边说 哎 你可想好再说啊 你刚想说我什么 科学家别一天都晚跟流氓似的行吗 我说我怎么老打喷嚏呢 关一帆说 嘿 您什么时候来的 刚才没看见您啊 我就差点嘴一秃了 说错了嘛 楚言说呀 经过探测 这个四维碎块 估计它差不多有五十个天文单位那么大 也就跟太阳系的大小相当的尺度 他刚说完 他们就看到刚才那个撬取点在缓缓的移动 同时也在缩小 直到走了十几米远之后 就完全消失了 设备的信息窗 则显示出不远处 又有两个新的撬取点出现了 但具体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出现 楚言就说 关博士 您也别问我 这个可是您的课题了 我们可不知道 于是啊 之后两件所有的科学家自然就是展开了对这种奇妙结构的大量的探索和数据收集工作 那有引力号呢 那本来就比蓝色空间号先进嘛 有更多更好的设备可以提供出来 这就加快了研究进度了 现在两件人员团结一心 大家相处都很和睦 哎对了 就我估计这个朴义军和老亨特也很快被治好了 这样一来老亨特不就能很快见到他思念已久的那个球员灵子了吗 那这也挺好啊 当然他们所在的这片太空区域呢 就本身没有任何异常 所以对三维空间就没有必要研究了 主要的考察都要进入到四维空间里面去 但是呢 要是说把飞行载具也投放到四维空间里 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容易弄坏了设备嘛 所以这就更要多加小心 你包括那些个太空的小陨石啊 什么小残渣啊 那碰到飞船 那碰到哪哪就得弄坏 那很危险的 飞船飞行在这种高维空间之内 那我们可不受任何保护了 我们也创造不出来可以适应高维度空间的飞行载具啊 至少说近几百年几千年可能都造不出来 那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去研究了 那毕竟这个现象实在是太吸引人啊 不过过了没多久 正当某一天啊 观一番用望远镜在四维空间之中观察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了不得的东西 一个极其震撼的发现 那是什么呢 远处看 漂浮着一个目测有八十到一百公里直径的圆环状物体啊 像一枚巨型的戒指 大家都因为太过激动 都不知道该称呼他什么好了 魔戒这个称呼 算是脱口而出 他还真就宛如一个巨大的太空魔戒一样 他的那个环孤都有二十公里的直径的样子 很粗大 那要是近距离看的话 那得多宏伟啊 一百公里高 我天 那用高耸入云来形容都不够了 要是从地面摆着这么一个东西 那是什么样 那都出大气层了 那当然不算完全出大气层啊 那也快了 哎不是有那个挑战极限的 快飞出地球了 就在那个地方都能看到地球弧线的那个高度 在那个高度 这太空跳伞嘛 那个基尼斯记录才三十九公里吧 那大概也就是比那个再得多上三倍啊 还有一点 他们就发现 这太空魔戒不光巨大 而且很明显 它是人造物 有非常明显的受造物的迹象 根本不是自然形成的一个东西 谁知道这是一个太空城还是什么 还是一个大型的太空载具 还是智慧体本身呢 而且它还是封闭的 我们看不到它的内部结构 这就证明它是完全的四维构造的物体 这就是他们这边生物最好的太空船了 不会在飞行的过程之中被陨石所击中 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技术 所有人知道了这个物体的存在之后 就都开始恐慌 当然也有人兴奋 各种情绪都有啊 这可是大家进入四维空间之后 见到的第一个四维物体的实物呀 它竟然还在缓缓地自转呢 并且没有任何加速 难道它只是一个废墟吗 也没检测到它传来任何中微子 或者引力波信号呀 真是谜题重重 搞得大家一个个好奇心爆棚啊 同时也都有点害怕 毕竟有人担心说 这东西会不会攻击我们呀 它要是一个被报废的太空船 那也不能说它是完全没有危险的吧 接下来 大家随着进一步的观察呢 就发现它的这个四周更远的地方 有更多不明的物体 大小不一 相信有一些也是同样的巨大呀 或者比它还大 甚至大得多的东西 形状各异 金字塔形 十字形 甚至是不规则的几何体 堆叠而成那种形状 但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这些东西啊 绝对都是智慧的创造物 我们已经不能说他们是人造物了 因为我们人类可创造不出来 三体人也造不出来 是啊 他们三体人要是能了解四维空间结构的话 那也就不会被我们轻易毁掉它水滴了 对吧 证明他们也达不到这些四维物体的科技高度 陆陆续续 这些神秘的物体发现了有上百个 他们这些东西就都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 以及远处还有大量的点状物 那是因为太小无法分清楚形状 他们到底是些什么呢 就有人说 那一定是高等文明的建筑 或者是超级文明的飞船 也有人说 不对 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有人说 没反应也没关系啊 它只要是建筑物的内部 就有任何残留的东西 也许都能给我们带来某种启发 甚至技术飞跃呢 对吧 人家神秘文明 随便丢掉一个废弃物 那都有可能是碾压我们科技的存在啊 包括构成他们建筑物的材料是什么元素 建造原理是什么 你不想知道吗 大家就开始各种乱猜啊 可是你这么猜也猜不出来个结果啊 一些人就开始原地着急的直跳脚啊 关一帆就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实在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马上向舰长楚言提出要求 他要驾驶一艘小型的穿梭艇 去近距离的观察魔界 关一帆说啊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想进入魔界的内部 看看究竟 看看他们到底是些什么 但是楚言想了想就拒绝了 理由也很简单 那就是驾驶我们的三维空间的飞船在四维空间飞行 是无比危险 你可能有去无回的 你别想的那么简单 或许都飞不出几公里 你就被陨石给炸毁了 那葬身太空了 我们的飞船只能保证在三维空间不受损 不受这个陨石攻击 它是有坚硬的保护壳的 但在他们那里是无法防御的呀 再一个 我们目前可还没有条件获取魔界的这个详细坐标 它在四维空间中坐标 是你能知道的吗 那是未知的呀 虽说我们能看到那是没错 但不代表我们就能抵达 它可能很近 也可能很远 最重要的第四条坐标 你用我们的任何的仪器检测 或者是目测都无效 只有方向是固定的 要么你就干脆就沿着这个方向就一直走嘛 你得走出多远多久啊 十分钟还是十万年 这个不好讲了 你可不要忘了 你只是一个三维的纸片人 未知数太多了 你就算你能勉强安全抵达 也未必真能安全返回啊 极有可能会不小心在回程的过程之中 遭遇到其他窍取点 以至于你返回到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太空之中 通过了虫洞一样的感觉 一下就去到了距离我们几百亿光年之外 那可就救不了你了 其实楚言说的也对 本来他们这几天 这两艘战舰都已经遭遇了好多次那个微远式撞击了 有一次还真差点造成重大事故呢 核聚变反应炉的那个磁悬浮控制器就被击中了 差点爆发出不可控的那个高温核火球 幸亏反应舱比较大 这控制模块也很好控制 很快就恢复运作了 那也够危险的了 所以楚言本来是打算让飞船尽快加速脱离这些四维碎块就算了 它是在为全舰考虑吗 目前呀 这些四维碎块整体上也是随着战舰的方向一起远离太阳系的 战舰和碎块飞行的方向是一致的 所以导致于相对速度是比较低 不过四维碎块速度还是慢一些 所以等于是两艘船在航行的过程之中追上了他们嘛 再稍稍加速的话那就能摆脱他们了 但是听到了这个决策 关一番当时就炸了 暴跳如雷 说什么 你们想马上走 开什么玩笑 那绝对不行 现在宇宙最大的秘密就摆在眼前 这里可能蕴藏着宇宙的终极答案 怎么能就这么轻易离开呢 退一步说 我们着眼于现实也可以啊 也可能在那个魔界之中获得意想不到的东西啊 他这么说完好几个人 还指点头 觉得也对啊 当然楚言也被他说的有点心动了 觉得也有一定道理 但是还是说 你想获得答案我理解 但你也得活着才行啊 不行我们派一个无人探测器去怎么样啊 关一番说那当然不行 思维世界 靠无人探测器他能发现什么呀 必须要亲眼看到才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样吧 我们临离开之前 你让我短暂的考察一次就行 我绝不想错过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看他这么坚决 当然大家也都很理解啊 一个人这确实追求了一生的梦想 他是绝对不会错过这次机会的 甚至是生命在他现在看来 这个时候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楚言之号同意啊 而且叮嘱他一定要快去快回 我们只给你一天时间 于是呢 经过舰队指挥官们短暂的开会商议 关一番的这个提案被批准了 允许他们组成一个三个人的探险小组 还有科学军官卓文上尉 以及韦斯特医生加关一番这三个人 卓文上尉是有着非常丰富的思维空间的探险经验 那关一番不说了 他必须得去 那第三个为啥选韦斯特医生呢 他这个人啊 以前有研究过三体语言的资历 研究过外星语言 他对这个方面是有一定造诣的 所以这点很重要 如果跟地外文明有交流的话呢 他应该就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 但是呢 这次的探险可跟以前的思维旅行不可同日而语了 以前他们最多也就是通过撬取点 袭击水滴啊 这运送朴义军他们就穿越两艘战舰之类的 可对魔戒的这个探索旅程 那就远的太多了 很快小型穿梭艇进入了四维空间 也不废话 直接起航 穿梭艇的功率实际上不小 但是驾驶员卓文上尉呢 就一点一点的增加推力 他也很有经验 就没有开太快啊 这么做是有理由的 三个人看到蓝色空间和万有引力号都在离他们远去 他们正沿着一个三维空间所没有的坐标航行 韦斯特医生呢 也是透过闲窗一边看着外边一边不停的感叹说 哎呀 这异世界可真是需要一个强大的心灵才能把握 观一帆则是一言不发的看着远处在想事情 不过呀 穿梭艇开了很久远处的魔戒 看上去也还只是一个小光点 没有任何变化 当然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飞船的这个行进路线呢 在四维空间来看可能是非常低效的 是他们无法把握正确路径的一种情况 是啊 我们这纸片只贴着人家那气泡航行 那这就算不错了 已经是一种奇遇 那当然很难把握了 那毕竟我们并不真正属于这里啊 由于穿梭艇的速度始终保持着低速 魔戒过了很久 看上去也还只是一个小点 就这么维持了三个小时 都没有任何变化 当然在距离上 早就飞出了他们早先到过的最远的距离 这是一次相当伟大的尝试 同时卓文也做好了随时减速的准备 那因为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并不能作为有效的参考 那是不可靠的 他的确可能还很远 但也可能已经很近了 给关一帆弄的就是有点不耐烦了 他就说卓文 你能不能开快点啊 这这么慢吞吞的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呀 处言给我们的时间可并不多呀 卓文也不理会 反正更加谨慎 他最清楚这个厉害关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韦斯特一声突然大叫说 你们看 因为魔戒突然显出了圆环的形状了 一瞬间竟然变得近了好多 还真是瞬间改变了距离 周文说 你看吧 我就说过 你们要记住一点的就是 在四维空间 我们就是瞎子 他说完再次放缓速度 又航行了两个小时 漫长的煎熬 按照三维空间来计算的话呢 穿梭亭已经航行了20万公里了 省得这地球到月球才不过38万公里 这段距离可以不短呀 但是突然之间 刚才还是硬币大小的魔戒 一下变得顶天立地 这庞然巨物猛的出现在眼前 三人全都吃惊不已 这种规模的物体 让每个人的寒毛都立起来了 血液都快沸腾了 再看这个巨物 像一个巨型的拱门呀 幸亏卓文眼疾手快 早有准备 马上操作穿梭亭转向 才免于和他相撞 小飞船缓缓缓地绕了一个圈 从他中间的这个巨大的圆环之中飞过 随后开始减速旋停在了这魔戒的圆心 这是光辉的时刻 值得历史永远记载 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观看四维受造物 这质感有着独特的高维度质感 宏伟并全封闭的一个巨物 一种巨大的纵深感 包容性完美的体现出来 真可谓是纳须迷于戒子 藏日月于湖中啊 那么好 具体来说关一番他们这三个人的探险队 能进一步发现什么超级的神秘现象呢 让我们下回书再说 感谢你们的收听